Hello, 大家好, 我是Asa 今次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東京車站一番街這個地方 影片會播給大家看其中一條東京一番街的動漫街 但我講的內容是解構為何很有效地去東京車站購買 因為用的時間是很緊缺的 重點出擊是哪些值得走的地方才去走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車站有太多轉車的地方 新幹線也在 弄到自己騰騰的地方就會很浪費時間 另外我會講一下在車站購買時 怎樣可以Claim稅, Tax Free 另外也會講一下在夏天, 日本政府的新稅制 怎樣去益遊客 令到我們的遊客房人更加省錢 好了, 打算去這裡購買的話 第一件事不是要找哪一間店去購買 而是要去一樓, Starbuck Cafe 附近 即旁邊你見到的 找一間叫 Tax Free Counter 用自己的護照去登記 才開始購買 當你開始購買的時候, 要認住店門口 有一個紅色的 Logo 寫著 Japan Tax Free Counter 所有標有這些紅色標記的多間店 可以合計 高達5000日圓不含稅 如果含稅大約5400日圓 那你就可以免稅了 至於另一種 Logo 它是同樣的字樣 但是它的底部是白色的 這些店舖是不可以幾間店舖混合來計 它是 individual 自己的店舖去計 你要知道那個分別 你購物之後 再回到一樓的 Tax Free Counter 假裝你退稅手續 in cash 給你現金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一樓事先登記的話 它是不會幫你 即是店舖不會買完東西之後 多於5000日圓或5400日圓 含稅的話 那就不會幫你做的了 OK 另外一樣要注意 就是比稅是兩大類別 第一種就是消費品 好似飲品、飲料、藥品和化妝品 它們是屬於同一類的 第二種就是 General Grease 即是一般的商品 譬如電器、衣服、飾物等 它們是另外一種 你不可以說 譬如走去零食街 買了一些食品的 手信 或者化妝用品 然後你又加了一般的商品 電器那裡一起claim 是不行的 現時來說是不行的 接下來有一個新的好消息 就是日本政府旅遊當局 他們將會在接下來的一個夏天 就會公佈 將這兩類的商品 可以combine 放進一個透明膠袋 一起claim稅 變成旅客 更加可以省多些 因為這些商品 很容易combine 都多於5000日圓 沒很快便可以claim到錢回來 還有claim夠錢會大些 是不是 好了 我們開始逛街了 東京車站很大很容易迷路 但是 僅有方法去簡化 東京車站分為八重洲方向 和遠之內方向 兩大部分 而東京一番街 就是東京車站必灌的地方 我們首先找八重洲中央口 再下去Basement 拿一層 你就會見到中間是零食街 而零食街的左手面 就是動漫街 亦都是買手信一流 而零食街的右手面 就是拉面一條街 我當然會遲下介紹 亦會講下更新的日本旅遊新聞 剛才你也見到 這裡是有WiFi 你進入這場 找到霸松街 各方向 中央口 再下Basement 便會找到東京一番街 有三個部分 拉面一條街 零食街和動漫街 這次我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再介紹東京一番街 其他好玩、好吃、好買的地方 很少人 全天走到TOKYO STATION 來購物 一般人只有五天、四夜的行程 你越留得多 你越留得多 當然越花得多 一般打工 都是五天、四夜的行程 所以 就是怎樣有效 將一個地方 很短時間 玩去的重點 而且 在這個TOKYO STATION 你經過是因為你轉車 如果你轉車 你可以arrange 大約一至兩個小時 可以在這裡 享受 所以 不需要 到處都要講 講些最重要 一定要 不可以錯過的 既然經過這裡 好啦 今次先講到這裡 記得支持我 你們訂閱、like 和share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